早晨,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我们今早有唐明资本董事曾琪邦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Rex,今早大市是什么借点? 大市当然是美股那边突然跌一跌 纳市那边,然后十年期债息上一上 还有反映昨天港股的施政报告的延续 是的,港股在昨天跌到低位17,01点 有支持的,后市会怎么走呢? Rex都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下跌,纳指跌2% 10年期债息回升,最新出路的科网企业业绩表现参差 美股开市时是个别发展 收市时三大指数都要向下 美国新动工的数据好过市场预期 导致高开62点 最多升126点后要到跌 收市跌105点,收报33,035点 标指向下跌60点,跌幅1.4% 纳指跌318点,收报12,821点,跌幅2.4%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跌2% 欧洲股市是轻微上升的,英法股市的升幅较大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苹果和Tesla都要跌1% Meta收市后公布业绩,交易时段跌4% 失手300美元,盘后交易要先升后回 Amazon星期四收市后公布业绩,股价跌5% Google运业务表现差过市场预期,股价急削9% 微软业绩好过预期,股价升3% NVIDIA要跌4%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半港上日收市是各别发展的 京东网易比半港高出超过1% 美团和腾讯比半港收市略高 美团折合110.01元,亚里折合79.22元 汇控比半港收市略高,折合58.79元 比亚迪比半港收市略低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跌1.7% 跌超过500点,最新跌532点 30737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37点,跌1.5%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45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80点 最新报10803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跌20点左右 到177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先和Rex谈谈外围的情况 上日美股向下 其实早段的时候公布了 新屋动工的数据 都是不差的 好过市场预期 不过未能刺激大市的表现 道指高开后要跌 纳指要跌过2% 主要受到借息回升 一度逼近5厘拖累 回看利率期货的预测 市场现在有99% 认为11月1日就不会加息 年底加息的预期有大概25% 即是1.4分左右 美股其实看到有反弹之后就持续回落 其实纳指和标指 已经跌穿10月初的水平 即是金钻反弹之前的水平 其实跌穿了 你如何评估美股后市呢? 回调后会再升 还是你猜 未来也会持续向下 如果你说美股以道指为例 它刚刚走到一个头肩顶 类似是一个 刚刚走完一个右肩 即是弹了上去大概34,000 然后下来 就回到33,000 颈线了 画面中现在都量了 那条蓝色线 如果这个位置 其实是不容有失的 因为如果穿了下去 其实有机会会落下 再低一格的支持位置 即是你当可能量度 一个头和颈线的幅度 那边其实就大概 这边看到应该都可能 大概落下来 接近31,000 30,000点那边 整个形态 变成这个蓝色线 就不可以有失 那你会问就是 为什么突然要再试这个位置呢? 是 还有你看到那个下降柜 开始翻了一点点出来 是 就是由一顶低一顶 那现在它会不会一顶低一顶 是 那现在其实主要就是因为 那个十年期债息 就去到有很近五厘的位置 那虽然你说 就是年底那里加息那里 那个机会就少一点 但是其实大家会想 明年会不会又加回 或者叫做higher for longer 那就是说 在高 即近五厘这些位置 就持续 可能一段长一点的时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些钱就可能又 就有很紧一点 就是收回来 那你见到就是说 科技指数那边就突然间 跌一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导致这件事的 就是相乎相成的 就是因为 譬如Microsoft出来的那些业绩 以及再加銀行貼積都不頑皮 就是說經濟在Q3那邊其實都不差 所以令到大家都覺得 其實還有空間可以維持一陣高息 其實這個都會令到大家覺得 當時想的硬著陸沒有了 也不是軟著陸可能還暖暖的 或者還可以的 所以你會看到可能又會偏向Hawkish 就會影響到大市的資金 當然我自己會覺得就是 剛才的問題就是問未來的走勢 會不會頂得住這個位置會不會穿下去 我自己覺得穿下去的機會 反而我都能守到這個機會的 就是說因為始終業績很厲害 你始終跌下去基本上都會有人會買回來的 所以跌下去的深度 我自己又覺得應該不會太多 除非有些很突發性的意外 或者很環球性的東西 暫時我想到環球性的東西 當然就是那個耳巴那裡 會不會擴展到其他國家都會加入下去 第二個就是內地的經濟問題會不會擴展到其他 但是暫時看到這兩個機會都不高 所以我自己覺得守住的機會都很高 就是導致守到33,000 至於你說之後會不會守到之後 究竟會不會上得回 就是更高 我自己覺得反而反而在這個位置 就是會在這個位置橫行著 就是可能大概33,000至34,000之間 可能會摘幅波動一陣 可能去到明年才會再看看 究竟那個形勢會是怎樣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在一個範圍上發緊 現在大市就不太動 但是個別股份可能會好一些 就是那些業績可能較好的公司會好一些 是的 聽到Rex的口吻也是中性偏好 他剛才名的那些企業 都是名的Microsoft和銀行 這兩個行業或者企業 其實業績都比市場預期好 不過有些其實都令市場失望 比如剛才說到Google 就是因為那個運業務不及市場預期 以及Tesla 就是業績之後 其實股價也炸了下來 好 我們講講META 昨天收市後就公佈了業績 第三季的收入就按連升了23% 升幅2.3% 其實是2021年以來的最高增長 另外就是比市場預期好 市場原本預期的收入是335億左右 最新出來的數據341億 收入方面是比預期好 另外純利方面是115億 每股盈利就是4.39美元 就升了1.6倍 市場原本預期是3.63美元 就是每股盈利方面 都是大幅好的市場預期 所以公佈了業績之後 其實盤口交易一直升 上升320美元 不過之後 業績的記者會管理層就說了兩件事 就令市場有一個戒心 第一就是他說廣告收入的增長 其實是好看宏觀經濟的情況 所以他對未來一年的廣告收入 其實就是審慎樂觀的 但是另一方面開支方面 他們就預期未來的開支會增加 所以看到盤口的股價就是先升後匯 最後收市的盤口 其實就失手了290美元 好 你看完META的業績 你又如何判斷 即是他未來的前景和經營的走勢呢 META又在戴頭盔 即是說未來一年可能 因為他也有提及過 明年會投入做一些智能的方面 即是由之前說可能做元宇宙 接著可能又有些資源投入智能的智能 這個是在管理市場的預期 因為這次的業績如果是 因為是漂亮 其實也叫做bit estimate 其實是想將市場的期望 不要太強勁 即是對於他未來的一年 還有因為他正在面對 Microsoft的競爭 尤其是 為甚麼他要提到AI 就是因為那邊搶了很多相關的東西 那邊的Ecosystem 現在就開始在建立 GOOGLE那邊 你會看到GOOGLE為甚麼都沒有人用 因為有些人走了A3 Cloud 即是Microsoft那邊 是 所以他要開始投入在AI方面 即是突然轉軌 由META公司本來是元宇宙 名字都叫元宇宙 然後突然轉軌 就是他要開始做這些東西 那是一個好事 他本身就怕他太專注 只是做元宇宙 現在他開始都懂得轉彎 那現在問題是升到這個位置 這段升浪其實正在反映轉彎 就是他臨為立馬 走回頭 是 那你會看到 就算昨晚跌 即是叫做那隻小竹 是 都未說破位 是 那我會覺得是 譬如下回去下面 就是前底那些位置 就是說是 下多10元左右 其實那些位置 其實開始又有一點支持 是 那所以我會預計 就是說也不用太卑鄙 是 那如果他真的最後投入到 AI那樣東西 然後最後又訓練到東西出來 那我相信其實對於他那個 其他業務的收入 到時又會有幫助 那我覺得雙負雙成 所以其實最重要他現在要開始 開始起動那件事 是 那業績就是 帥哥 那其實他叫做有些本錢 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是 那就是繼續觀察著他 接下來的投資 其實因為感覺上 就是周邊的人 對那個IG和Facebook的依賴 是減少了的 那但是他最新的數據 其實看到 就是那個用戶在Facebook的投入時間 以及IG的投入時間 仍然是上升的 所以接下來就觀察著他 接下來的發展 那接下來 遲些有其他數據 我們都會繼續和大家報道 好 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勢 恆生指數昨天就是向上的 一度升近500點 不過收市升幅收窄 去到不足100點 那港交所的股價是先升後一點 恆子昨天高開474點 早段是17400點的水平增持 其後跟隨內地的A股升幅收窄 五後一度只是升9點 低位見過17001點 收市升913點 收報170085點 升913點 升幅0.6% 郭子升54點 收報5853點 升0.9% 科子升78點 收報3700點 升2.2% 港交所的股價 早段升2.7%後 收市要倒跌4% 收報278.2% 聯通急跌8% 巴士全一成交954億 北水由淨流入轉為淨流出 金額是5000萬 美團繼續錄得最多北水淨流入 金額是3億3000萬 理想汽車有1億5000萬 中芯有1億3000萬 騰訊有9000萬 淨流出 中國移動有6億 中海游有5億9000萬 快手有4億5000萬 港股上天是高開後升幅大為收窄 由高開近500點 收市升幅 收窄到不夠100點 低位建1701點 叫守住1萬7點 其中一個支撐大市上升的消息 就是財政部 在年底前會增發國債1萬億元 用在8個救災、防災等的範疇 高盛就猜人行第四季需要降準0.25% 向市場釋放更多流動性 中金報告亦預期 中央發債不利於財政可持續發展 不排除年內會再有減息或降準的可能性 推動債市利率下行 減低他們的財政負擔 這就是最新的情況 好 發債撐基建 以及有機會降準減息 對第四季度恆子的走勢 你覺得有沒有支持 你說發債搞基建 其實這個措施 過去10年都一直在做 當經濟下行 然後都是刺激基建去搞 所以才起到這麼多東西 開始供過於求 然後再 說早幾年產能過剩 然後再有一帶一路就是把那些負存給了其他國家 其實現在又走回同樣的模式 就是又循環了 那之前過往的經驗是怎樣的呢 就是發債基建 那時候以前舊的時候 是真的會升一陣的 然後發覺又有產能過剩 去負存 然後就會直線又下來 這是之前那時候的經驗 那我想是說那些基建股 不是說恆子 那所以如果你問基建股來看 可能這次都會有一點點打彈 但是因為上次的經驗就是 其實只不過在投資將來的行業 過回來現在 那就做好那些基建股那些可能的業績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1313 剛剛畫面也展示一下 那1313那裡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本身那些第三季盈利 其實在說 就是公司都有預期說 第三季盈利會跌六成這樣 就是1313 那其實本身是很差的 就是本身沒有什麼project做的 那現在其實就硬 叫做泵點水下去 接著就滾一滾下去 所以你看到會有彈一彈的